如果咱俩在一起 必须有一个人放弃一切 你 因为你是在给别人打工 而我是公司的老板 我就是时候被重置了 所有的客户都在闹人间域 如果不解决 我的公司就会倒闭 你跟我什么仇什么恨 你要这么做 可能是从你那句 如果必须有人辞职 只能是我开始的 就为这句话 就为了这句话 你就回我的公司 你愿意娶我吗 你闭嘴吧你 谁敢娶你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 我要升职 升职 这么好的事 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害得我在这儿 瞎紧张半天 但是有个前提 咱俩得分手 分手 因为公司不能承担 我有可能把商业机密 泄露给你的风险 你不会已经答应了吧 不答应就得辞职 辞职吓过谁啊 回去辞 马上辞 辞了职咱们就结婚 结完婚就生孩子 我养你 月 我养你这词听着挺美好 其实特恐怖 我负责挣钱养家 你负责想花就花 一毛俩狗 一家三口 这不挺好吗 但能不能反过来 你辞职 我养你 你养我 我在家做家务带孩子 你别逗了你 我也不是今天非要逼你辞职 我就是想听听你的想法 我听到了 如果咱俩在一起 必须有一个人放弃一切 你 如果说咱俩有一个人 你必须得辞职 那么只要是 因为你是在给别人打工 而我是公司的老板 如果说我们两个人 想生活在一起 结婚 生子 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在一起 那么我们就必须得接受 我们男女性别和生理上的 不公平 我就是社会被充斥了 所有的客户都在闹着接约 如果不解决 我的公司就会倒闭 就会倒闭 你听明白了吗 所以我 要你来找我 好看吗 我已经自己来试过三次 这一次 终于你也在了 我知道从昨天到今天 你很不好过 不想为自己辩解什么 就想问你一句 你愿意娶我吗 说不定你疯了吗 我怎么信任你 我怎么相信 我把我所有的密码都告诉你 你不害我 作词不准确 我只是曝光了真相 说平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跟我什么仇 什么恨你要这么做 你要这么毁我 要这么害我 可能是从你那句 如果必须有人辞职 只能是我开始的 就为这句话 就为了这句话 你就回我的公司 随便你这么想 别人 从今天以后 你的客户我来接受 你的人脉和资源 都转到我这儿 你的员工 我一定会妥善安置 妥善个屁 我告诉你 我的人一个人 都不会跟你走 结婚后 我养你 弥补你 履行一个妻子的责任 你闭嘴吧 你还欺负我 我求你了别侮辱这两个字 别侮辱这个词好吗 谁敢娶你 谁敢娶你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我养你这三个字 真的不能乱说 太恐怖了 我就想问你一句 愿意接受这样的我吗 你还愿意娶我吗 我 nich的对不起 ConDP 你怎样